4月18号 第25届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 即科技成果交易会在福建全州实施式开幕 吸引了200余家参展纺织服装企业 及创新产品 优质平台 国内外买家云集实施 共同助力两岸纺织产业发展 当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34家高校 科研院所 及科创企业携全新科研成果集中亮相 在展会现场的科技成果馆内 南通大学展示的几件貌似普通的防护服装 吸引了众多目光 南通大学纺织服装学院院长助理刘七霞教授告诉记者 南通大学依托2017年国家发改委批建的 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安全防护用特种纤维复合材料研发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进行了多个方向的研究 此次带来了其中9项科研成果 我们这个球形火焰炭完全一层都是球形火焰炭 然后它是具有多孔吸附材料 然后它的上碳量比较大 所以防护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然后能够对标目前德国上最先进的 Saratoga这个球形火焰炭防毒服 我们还带了就是软质防弹服 然后还有这个防电弧服 然后还有一个X射线防护服 然后还有一个抗净防寒服 既有保暖作用能漂浮在水面上的 然后还有一个防刺鞋垫军用靴的一个材料 作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 深耕纺组服装多年的实施 不但孕育了诸多知名纺织服装企业品牌 也促进了不少本地纺织科研企业的成长 我们讲究一个轻量化 要舒适性 那轻量化的话 那我们可以现在最薄 我们可以做到60到80克的 那你一件衣服会很轻 那在舒适性方面 那除了透湿以前可能就说服装 单单透湿让我们的湿气排出去就很舒适 那现在的话 我们在透湿的基础上再升级 升级更进一步就达到了透气 随着线上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纺织服装企业 开始深度进军网络 一些数字科技企业抓住这一痛点 着力研发服装面料 版型的线上展示平台 及销售平台 助力企业发展 我们可以将人模 版型 花型和面料 就是不同的素材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自由的组合 就是在我们在生产 在生产之前 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最终的一个 动静态或者动态的一个 人模上升的一个效果 我们的主要的真的一个对象呢 其实是一个是我们的设计师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面料商 我们可以通过就是邮件 或者说链接发送的方式 我们可以就是触达客户 就是以最低的一个成本 然后触达更多更多的客户 据了解 本届海博会以融合创新 共享时尚新生活为主题 展览规模达3.2万多平方米 设立科技成果馆 流行趋势馆 台湾馆等11个展览区 以及实施电商股 实施服装城 实施国际清访城 三个分展区 展销结合 打造商与 因为现在呢 很多我们知道科技成果呢 都是停留在实验室和这样的一个阶段 然后好多的科研成果呢 并不能很好地转化 落地到那个生产实践中 转化成商品 转化成产品 那我们也想通过这一次那个 机会吧 把更多适合当地的这个技术 然后引进到那个 实施来 然后有一些适合我们当地产业的 这样的技术 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转化和推广应用